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五集 建立基督化家庭 今天的分题是 《彼此相爱》 我选取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里面有几节的经文 三章十六节和四章十八至十九节 凡事都不可规险人 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罗马书十三章八节 爱女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女陷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女未得完全 我们爱因为神才爱我们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到十九节 相信我们爱因为神才爱我们这一句 《约翰一书》四章十字架一大爱 彰显到给我们看的就是 因为公主和王子以往在家里面 通常都不用自己做的 回到家就有饭吃 吃完饭去洗澡 洗完澡的衣服不用自己洗的 第二天打开一个柜桶 打开一个衣柜就有衣服穿了 甚至乎有一些服侍得更好的父母 更好是继续 他直接帮他继续烫衣服的 所以他以往不需要的 这些随手可得伸手得来的东西 但现在不是了 结婚要自己亲手落手落脚做 我记得有位姊妹 她在结婚之后一个月 打电话给我和我太太 她说 哎呀 为什么这样的 为什么结婚之后 我和我的丈夫 就是以前的男朋友 我们沟通的时间比以前更加少的 那我问为什么 你放了工有什么做 放了工就回家要煮饭 煮完饭之后要洗碗 洗完饭之后要洗衣服 要浪衣服 要摺衣服 又要拖地 我问你老公呢 去打电话 哎呀 他很不开心 原来他们两个在这个关系里面 在做家务的分工里面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他们没有用到那种 好像基督的爱来爱我们 那位丈夫忽略了他太太的需要 我们鼓励他们 这些事情其实可以一起做 一来 二来就是 究竟我们爱这个人 我们去立下一个世文 你就会在他未出声之前 你见到他不舒服就说 哎呀 老婆 你今天不舒服 我浪了 不如这样吧 哪个见到快的就哪个浪 我们不要计算了 不要说一定是昨天你洗碗 今天我洗碗 或者是今天你浪衣 明天就去浪衣 不需要这样去计较 没有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爱 意志的爱 都是基督的爱 什么意志的爱呢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当他被那些人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甚至乎那些兵丁要尖沟他的衣裳 侮辱他 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七言的里面 第一句 他就和父上帝来去求 求什么 不是为自己求 是为那一帮在下面 骂着他的人求 他说父啊 射面他们 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挑得 或者不知道 就是说他们不明白 所以你射面他 在夫妻之间的爱里面 如果我们有这种意志的爱 我相信你的家庭会不再一样 我去学习 我去学习 怎样学习呢 我记得有一次 下班回家很疲累了 很累了 吃完饭 以我的本性 是很想坐下在那儿看一下电视 男人很喜欢拿着个remote control 对着电视机不断转台 这是我们减压的方法 但是我知道我太太 原来那一天 他也是很辛努的 照顾三个儿子 我吃完饭之后 我就不用等他说 我主动地走到厨房里面 拿一些碗 拿一些筷子 拿去厨房 我就很希望能够服侍他 我太太她知道 她看到我这个举动的时候 她很快地反过来说 老公啊 让我洗吧 你也很辛苦了 我说不要了老婆 让我洗吧 我都知道你很辛苦 一个家庭 如果我们有这种爱 这种叫做常以为亏欠的爱 圣经里面说 我做也都好像不够这样 我希望做多些在你身上 因为你是我所爱的人 就好像我们爱神那样 我们侍奉的上面 我们奉献的上面 我们的参与圣经 或者参与教会的教导里面 或者去给予一些时间 给予我们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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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经常有一种 哎呀我都是欠你太多了 因为耶稣基督你的爱 这么大的时候 我有什么可以回报你呢 我现在能够做的一切都只是很赏 我们用这种爱来爱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人 不论你的配偶 你的父母 你的儿女 甚至乎是教会的弟兄姊妹 你身边的朋友 我相信你们的关系绝对会不再一样 在这里也很想跟你分享 有一个在美国那边的一个专家 一个婚姻家庭的专家 他叫做Gary Chapman 他提到原来人去讲爱 去发放爱和接受爱 是有五种不同的方式的 你不妨来留意一下 你平时发出的呼唤 你最想配偶给你的 是一种什么的爱 第一种爱是一种叫做肯定的言语 你很想 你很喜欢别人赞你的 很希望他能够去欣赏你的 这个是第一种 第二种 就是一个quality time 是一个陪伴 优质的陪伴时间 你很想跟你一起来到 可能坐在那儿看海 坐在那儿看电视 看电影 总之是陪伴你的 不用做很多事 不过一起陪伴就是重要了 第三种 就是一种身体的接触 physical touch 你很希望他能抱抱他 舌一舌他 很多时就可以身体上 有一些的接触 来得到爱 第四种就是 透过接收礼物 接收礼物的时候 他会特别的开心 特别感受到你爱他 而第五种就是一种服务的行动 例如为他去做些事情 帮忙去交水费 交电费 帮他去拿衣服去洗 帮对方来去 躺好衣服等等 这五种的爱 都是表达爱意 但是这五种其实都是好的 但刚才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自己 和对方 究竟他的需要是什么的时候 中的话不得了 最后想和你分享一个 我的见证 我看到的见证 有一对夫妇 有一对夫妇 他们结婚十几年 很多时都因着家里一些事情 琐碎事情来吵架 吵架 有冲突 他们很虚心 愿意去学习 他们觉得 夫妻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可以更加好的 我太太和他来到 分享到五种爱的语言 他们又做了一个很简短的测验 你上网找得到 你打五种爱的语言 可以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他做完测验之后 原来以往大家所表达的爱 都不中 不中对方的需要 当他们做完测验之后 他知道 太太知道 原来那个老公是需要 身体感触 需要一些的接触 他说 很容易 那我就多抱他 多疼他 原来 想另一方面 原来太太 她是很希望陪伴的 过往的时间 因为丈夫 她是透过服务 来表达她的爱意 去做家务 老婆就去打击 即是有点调转了 打击 但原来 那个丈夫 又见到她在打击 我不要骚扰她了 两个彼此得不到那种爱 很奇妙的事情 他们学了这个功课 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再见她的时候 很不同 老公和老婆的关系 好了很多 因为大家都得到对方的爱 感受得到了 以前都有的 不过现在是更加感受得到 感谢主 你愿不愿意学习 你愿不愿意学习 在基督的里面 彼此相爱 我相信这个爱的关系 不单止是夫妻里面 是可以实用 在你和其他人的关系里面 跟你弟兄姊妹 朋友 同事 甚至乎老板 我相信都有帮助 祝福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